台南六甲赤山龙虎岩的奇笑妈超过300年历史的国宝级神像 前阵子被请去北部镇宅 不过迎回来之后发现神像的五官严重的走中了 原本是烟熏色变成说暗黑色 一度以为是被调包了 不过后续妙方确认说这个精神是真的 因为神像修复师猜测说可能是有人3D扫描 涂抹上不当的药剂导致神像变脸 赤山龙虎岩观影佛祖以神兽才为座奇 得名奇笑妈是超过300年历史的国宝级神像 前阵子被请去北部 近期公营回寺却发现真座神尊面容严重走中 奇笑妈神尊原貌跟被请回来之后做对比 经典烟熏色泽变成了不自然暗黑色 浮向脸庞感觉起来也明显消瘦 五官眼睛嘴巴形貌出现极大落差 一度被怀疑请回来正尊是不是被调包了 四方否认调包传闻 但看在修复师眼里 可以明显观察出神像脸部有遭到破坏 赤山楼虎岩奇笑妈是台南西北地区重要信仰 每逢重要庆典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虽然能够让信众请回家镇宅 但数百年历史已经是有形的文物资产 作为信徒更应该要加强维护 记者杨华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 Best